各位早安,這齣《Triple Frontier》我昨晚就有機會看,其實我已經想看一陣子了 因為有一位聽眾鼓勵我去看,他說挺好看 但是我聽別人讚的Netflix那些電影,我都會打折扣 我真的不太肯定,像之前Sandra Bullock那種《Mud Bird》,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很多人都說挺好看,我覺得很不一般 一般,不爛,因為Netflix那些電影都爛,至少不爛 但事實上不是好戲,根本上Netflix那裡,她自己有很多電視劇都好看過那齣電影 這齣電影沒有電視劇那麼好看,我覺得就不算是好看 這齣《Triple Frontier》除了有人推介之外,亦因為她裏面有很多明星 特別是我很喜歡Charlie Hunnam,在我心目中她是男神,型到爆炸 這齣電影的故事是說有一隊人,即是Poster這群男生 她們之前應該是軍人,聽她們的言談之間,她們曾經有歷史 但她們已經退役了,她們的領導是Ben Affleck 她們各人有不同的遭遇,有一些例如Ben Affleck,她做銷售 另外,她們有不同的人,即是有些人打拳,另外有些人還在軍隊裏面 又或者去做警察,去掃毒 但整體來說,這幾個人退役之後,即是不再一起在團隊裏面的時候 他們都是相當失意 後來,其中有一個成員收到封 說她們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就是可以去搶劫 一個毒梟,即是一個壞人 然後她們進行這個行動 然後這齣電影,大部分的時間是說她們進行行動 以及她們怎樣走 怎樣帶著錢走 中途當然是遇上很多困難 她們之間也有些友誼大考驗 以及說一些退伍的軍人 即是她們一些不如意 有些好像第一滴血那樣 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即是她們怎樣面對 以及對於戰爭有個反思 那些反思一定是不深切 即是她們懶得有 這齣電影,首先講到她們的演員 首先就是她在圖片裏面 你見到這五個男主角都是非常好看 即是她們都是帥氣 以及她們都是懂得演戲的人 但我反而覺得最差的是Ben Affleck 因為她也是帥氣 但因為她演繹是一個很頹廢 即是對於生活、生命 或者對於她以前做軍人的生涯 感到很厭倦 一個很厭世的人 但我覺得Ben Affleck的演出不是頹廢 她的樣子是眼睡 好像不是頹廢的感覺 即是她有種厭世的感覺 但她厭世的感覺 你感覺到她不是對於戰爭感到厭世 她是對於這齣電影感到厭世 你看一下你會覺得你到底是否想拍攝 甚麼都可以的 都是一個星星 即是Charlie Hunting是很帥氣的 但我覺得有些可惜 雖然這齣電影是很集中的 但其實除了她們很帥氣之外 我不覺得她們是十分突出 所以我覺得不是不好看 不是不好看 但也不是有些甚麼 我會留在我的記憶裡很久 我的印象不是十分深刻 我是會覺得有點浪費 你找了這麼多好的演員 Oscar Isaac 就是好看 Charlie Hunt 他五個都好看 但也沒有一些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覺得比較差 至於她的故事 我覺得是沒有甚麼特別 但她裡面有些設定 就是可以出到一些拍得很好的戰爭鏡頭 但就不是像你 因為你看這個poster 你會覺得這齣電影應該打得很糟 她又不是 她又不是 她大部份時間是說 人性對於錢的流暖 又或者是一些友誼之間 在怎樣的衝擊之下 會有些改變 即是Focus在人際關係 又或者是人對於物質的渴求 其實是一個drama 其實是 但是她裡面有個別的部分 當她有打的時候 那些畫面是拍得不錯的 但其實是不多的 其實是不多的 雖然她是有的 但整體來說 整齣電影的故事 我覺得是沒有甚麼特別 因為我一直看這齣電影的時候 其實我是想起劉德華以前有出一齣電影 叫五虎 就是TVB五虎像一起拍一齣電影 然後她們叫五虎 有黃逸華、湯振業等 我記得 我覺得就是差不多那個故事 整體 如果是說故事 這齣電影的製作當然很多 但是整體來說 那個故事就好像五虎 就是她完整地說了一個故事 但是不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所以這齣電影整體來說 我給她的評分是只有C 雖然有位聽眾 就是跟我說 好看是正 我不覺得很正 而且她的故事 是完整地說出來 她的演員是一些我喜歡看的男演員 但是整體來說 不是一個印象很深刻的戲 起碼我相當肯定我不會再看 好看 好看